为什么一般寺院道场都有祝念团 借由临终却念 又是尊相并感尽 这是讲这一首特别讲临终卒 前面跟主义说过 秦阳达斯诸杰特讲 临终卒念是无比殊胜的功夫 人能发这个心 随着过去一般佛祖的道理 寺院里面有余佛祖 他有这个祝念团 居士道场里面也有 早年我在台中 李老师办的台中佛教联社 联社里面就有祖念团 专门 现在所讲的临终华 那热心的这个人士 他们报名参加 但参加这个团的时候 半夜打电话的时候都要去 那找你就要去 请问如何成立真正如法的祝念团 祝念团 古人定的有规矩 可以看到 雷延山之 或者是雷延山的库宋盆 硬光老法师之地 我们在台湾 过去台湾台中联社的 是李炳南老居士传来 完全依照 雷延山之 雷延山之 雷延山的库宋盆 做得很无法 方法可以参考 这个雷延山大师文超 这个雷延山之 雷延山的库宋盆 老的库宋盆 那么如果你要是看看 这个他们怎么做法呢 回到台中佛教联社 台中佛教联社 现在还有雷延山 可以去看看 他们实际上的操作 怎样才能成立一个 如理如法的 真正令亡者得到 真实利益的祝念团 你自己修行 得到了 亡人的利益 你们祝念团里的 只要有一个人 这个事情 诸位只要看看 谭世法司的 隐称回忆 他说的那个刘居寺 这是谭老在妹出家之前 几个朋友 获起来 开了一个中药铺 那里面一个 这个刘居寺 是他们 活迹之一 这个刘居寺 大载寒窗 多了年 他就多了年 天天读 一门是读 念了八年 那是有一天 中午 生意很冷淡 没人上门 他在柜台上 打瞌睡 睡了五觉 打瞌睡的时候 做梦 梦中的时候 两个人起来 他一看 这两个是他的 冤心债品 是为了财产 纠纷了 打官司 这个官司 也就是 宿舍 宿舍 那那两个人呢 不关是他失败了 上吊自杀了 以后他也很后悔 为了这一点点钱财 害了两条人 那这下看到这两个人来了 他心里感觉恐慌了 这两个是鬼不是人 恐怕人家找麻烦 结果看到他的态度很善良 走到他面前就跪下来 他就问他 你问他干什么 求超度 这个他心就定了 这不找麻烦的求超度 那我要怎么超度你 他这样就答应去 行我答应你 我超度你 看到这个鬼 踩到他的膝盖 踩到肩膀就升天 你看看 只要有一个人有这个功夫 就行了 这两个人走了之后 这个梦游一会也算梦中 看到他故事的 故去的太太 还有一小孩子的儿子 早年死 两个人也来 也来求超度 跟前面方法一样 怎么超度你 你答应就行 好 答应 也看到他们 踩着肩膀 顺点 这个叫真正的有效啊 所以 做念团里头 有一个真正修行的人 真正有感应的人 他要参加 就决定 如果这些人 都是有口无心 那口念 弥陀 心三乱 对王者 也有好处 但是 帮助不大 可以减少王者的痛苦 弥陀 优优狂 发出了 时 站在 阅